HELLO 大家好 我是魏魏先生 今天是我第一次用自己的發電機 來幫我的特斯拉充電 雖然說用發電機幫自己的電動車充電的效率 遠遠不及我們家用的充電樁 或者是特斯拉的那種超級充電樁 畢竟它還是一台行走的發電機 但是它可以在緊急的時候給你一些電源 在不方便的時候給你一些電源 既然它連汽車都可以充電了 那我想生活上的一些其他電器 或者是我們需要使用電力的地方 應該都沒有什麼問題 好 那我們先來把充電器收起來 今天的影片就是要來開箱這一台 它是來自美國的專業電動工具品牌叫做ETQ 它是一台2000瓦的變頻數碼發電機 它的型號就叫做Ni2000i 以前我對於發電機的印象 就是一台馬達 然後方方正正的周邊有桿子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看起來很重 然後聲音一直都很大聲 最常會出現的哪些地方呢 就是像我們去逛戶外的夜市啊 那種攤位 或者是去參加活動四集 不然就是我們帶小孩去 他們最喜歡的那種充氣樂園的時候 一定都有台發電機在旁邊一直運轉 不過通常老闆都會把發電機 擺得遠遠遠越遠越好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他們聲音實在太大了 如果發電機放太近的話 它的噪音發出來的聲音啊 幾乎是會擋掉我跟人家講話的這種聲音 如果都沒辦法溝通的話代表聲音也不用做了 但是今天這台NI-2000i呢 它的優勢就包含了 它是一台低噪音的發電機 而且它可以穩定的輸出電壓 因為它有AVR的穩壓跟逆變功能 再來第三個就是它是一台輕量化的發電機 那在我們把這台機器發動起來之前 我先帶大家一起來看看它的外觀 這台發電機的外觀 它是非常亮眼的橘黑配色 外殼採用的是塑料材質 搭配了全密合的結構 讓它有更強的防撞跟耐高溫的能力 它是可以在零下-10度C到40度C之間去做運作的 那機器的靜重呢是20公斤 它的體積相較於一般的發電機也算是比較小一點的 那像我這樣子一般的一個正常男生 單手就可以提著走 那我自己提起來的感覺啊 就很像是我們有時候出去露營啊 我們在提一個20公升的那個大水桶有沒有 雖然覺得很重 但是你是可以提著它行走的 那正面的地方它有分為功能按鍵跟電力輸出兩個部分 功能按鍵的部分有引擎開關 智慧節能開關 直流保護器跟輸出指示燈 還有一個就是封門桿 那在電力輸出的地方呢 它有一個5V的USB插座 兩個AC120V的插座 跟一個電瓶的專用插座 那這兩顆圓圈呢你看起來 它是一個並聯電源的插孔 也就是說今天有兩台發電器 想要把它串接起來並聯使用的話 那你就可以透過這兩個點 那在後方的這個地方啊 我們可以看到一個是它的排氣孔 然後還有它的滅音器 上面這顆圓形呢就是它加燃料的地方 汽油 旁邊有個油量的指示表 可以讓我們看到現在裡面的油還剩多少 那同一側的底下呢 有一個加機油的機油孔 另外一邊呢就是我們發動所需要的 油門旋鈕跟啟動拉拔了 OK 那既然已經看到這邊呢 我們現在就來把它發動起來 那在發動起來之前呢 有幾個動作要做 首先最基本的呢 就是要把汽油跟機油都加滿 它的汽油容量大概是4公升 然後機油容量我記得是 350ml左右 那我這次用的機油呢 是這個 就是我們一般在外面機車行 或是柴車行就可以買到的 是10W40的機油 那當我第一次拿到這台機器的時候 我就已經把它加進去了 放一個片段給大家看 所以最基本的地方就是 開始啟動之前呢 要把汽油跟機油加滿 順帶一提 我汽油是用92的無牽汽油 那這次我加了大概2公升 差不多一半的油量 那接下來呢就是在操控面板這邊 我們可以看到 它的啟動配置啊 其實很簡單 引擎是一定要打開的 所以引擎我們把它轉到ON的部分 那智慧節能的功能啊 在啟動的時候呢 先把它關閉 然後再來就是check一下這個 保險室的部分 沒有問題 然後我們就把封門 拉開一小段 那這時候呢就可以看到側邊的旋鈕 旋鈕我們把它轉到ON 這時候就可以拉動一下這個啟動的繩子 大概拉個一兩下 你會感覺到它拉起來的時候有一點點彈力 那這時候呢我們只要快速的 拉一下機器就啟動了 就把封門推回去 然後再把智慧節能的按鈕給打開 有沒有 它這時候聲音啊轉速啊就明顯的變小了 不過在我們剛剛一開始提到的 靜音的這個部分啊 就是它是低噪音的 那為了要測試呢 我今天特別準備了一個分貝機 先做幾個簡單的測試好了 第一個就是 現在機器在這邊 距離我們鏡頭大約1.5公尺左右 那它已經發動起來了 我們就來看一下 現在測到的環境噪音大概是多少 來給大家看一下 我現在測起來差不多平均就落在70左右 那如果我現在把機器給關掉呢 好我已經把發電機的引擎給啟動關掉囉 後面有台車等它開走 開走之後我測到現在的環境音的分貝量 大概是47分貝 那這個測試的結果呢 就是如果說你的機器距離你像這麼近 我一隻手臂大概不到1公尺的距離 那它的噪音大概是會在71分貝 不過我們一般在用發電機的時候啊 機器通常不會離我們人這麼近 所以我們再簡單測試一個 拉遠一點距離的感覺好不好 現在這個距離差不多是我走7步 我就當它是7公尺好了 那我在這邊先把它發動起來 好一樣我們可以看到機器現在在那個位置 發動起來之後呢 我們再來測試一下它的噪音 OK 那我們現在把機器放到差不多7公尺遠的地方啊 噪音獲得的位置數據大概是在60 60分貝左右 那60分貝的這個聲音啊 其實對於我們在使用上就已經算是蠻舒適的啦 那因為原廠他們自己有在真正的靜音室裡面做測試 那如果在靜音室裡面測試的話 這樣子的距離 然後沒有環境的聲音在干擾的話 最低最低是到差不多51分貝 所以幾乎是非常安靜的感覺 也是它這台發電機的一大特點 好那我們測試機的部分就到這邊 接下來呢 我們就來把它插上各種電器來簡單測試一下 好目前呢我先把它現有的插座全部都先插滿 我接了一台筆電它確實有顯示在充電的狀態 那另外一台筆電呢一樣有出現插上電源的這個符號 那我手機現在也正在充電當中 所以呢我只是要先做一個簡單的測試 就是這台發電機啊 它在於你生活上的基本的使用電力方式下 即使你全部把插座都插滿 它都是沒有問題的 好那接下來呢我們就要來測試一些更不一樣的東西 我們一起來看看吧 接下來要測試的這些東西啊 就是我在第一天拿到這台機器的時候 我就先做了一些簡單測試 然後有先用手機把它記錄起來 第一個東西就是我用手機充電 我想要測試它的速度 我們從這個影片可以看到啊 它是從02分開始充電一直到06分 差不多4到5分鐘的時間 那它大概就可以充到手機有5到6%的電力 那我自己在家裡面也有測試家用插座 其實效率幾乎是一樣的 因為它可以輸出來的功率啊 其實就跟我們家用的插座是一樣的 手機充電雖然很重要 但是其實也沒有什麼挑戰的一個極限 那接下來這個影片呢我就是要測試它的極限 第二個我拿來測試的啊 就是這一台在戶外煮水 或者是我們在家泡茶的時候 常常會用到的這個電阻壺 那它也是我簡單的加了一些水 然後插上電源之後 擺在那邊大概也是1分鐘到1分半鐘左右 它就滾了水就滾了 所以電阻壺的部分啊也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那第三個要測試的啊 就是這一台微波爐了 微波爐算是家裡面功率消耗比較高的電器 那我同時還準備了一個小碗爆好的爆米花 來給它加熱看看 那一樣關上門 然後我們設定好時間 按下開始 有沒有看它就開始正常運作囉 所以這台機器給微波爐使用電力是沒有問題的 最後拿出來的這個爆米花 你看也是熱的還會冒煙 假如你是耳朵比較敏銳的人啊 應該有發現我剛剛在接上這兩台電器的時候 發電機的轉速啊都有稍微拉高一點點 其實會拉高的原因很簡單啊 就是因為它是一台變頻的數碼發電機 所以今天當你需要使用到高功率的東西的時候 它才會啟動比較高速的運轉 去提供電力給需要的設備 那平常我們在使用比較小功率的電力的時候 像剛剛充電的這些設備 我一樣會把這個Smart節能給打開 那它不管是在怠速的時候 還是它在用小功率的狀態下 它都會用比較低的轉速 去提供穩定的電流跟電壓 那相對呢也比較省油一點 但是它畢竟還是一台行動的發電機 所以它也是有一個極限的 我們剛剛最前面有提到 它是一個最大2000瓦功率的發電機 那我們今天如果使用超過2000瓦的電器設備 都插上去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我們就一起來做一個極限測試吧 這個畫面就是我們把兩台機器都插上去之後 大家有聽到嗎 兩台都啟動之後啊 它中間這一個過載的警示燈就亮起來了 那上面的這一顆電流輸出指示燈 這樣就會暗掉 同時也會自動熄滅 這代表的就是發電機它目前已經過載了 它的機制也已經有發現 你的這兩個使用的功率已經大過於 我可以發電的力量了 所以這時候呢 它就會把所有的電源暫停輸出 來避免發電機自己本身 還有你正在充電的這些設備 有任何的損壞 所以我覺得在安全性這一塊啊 這台NI-2000i做的算是蠻不錯的 測試到這邊啊 我想大家對於這台機器它的使用方法 應該都已經蠻清楚了 如果還有任何不清楚的問題呢 歡迎在底下留言問我 我會告訴大家 那再來我把這些東西先收起來 然後我想要跟大家聊一下 這台發電機啊 它大概會適合在什麼樣的情境下面使用 你們也可以一起想一想喔 我收完了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想到 它大概可以適合在什麼樣的情境下使用 那我自己講到的啊 首先第一個就是如果你今天是一個很愛戶外活動的人 你會去露營你會去野營 你會上山或者是到海邊去活動的話 因為通常這些地方都沒有什麼電源 所以如果你有一台自己的發電機帶去使用的話 應該會讓生活上方便很多 不過要注意一點喔 它的適用高度是在海拔2000公尺以下 如果你是要去一個超級高山的話 那就是你可以帶著試試看啦 但是有可能效率就沒有這麼高 因為它的適用規範是在2000公尺以下 那第二種使用情境啊 我想到的就是 因為以前我們會去河堤騎腳踏車 去戶外的河濱公園玩 那有時候那些地方會辦一些比較 就是小型的市集活動 可能是餐車啊 小攤位啊 去那個地方 如果你今天是在一個草坪的正中央 基本上你要一個電源啊 最簡單的方式就是拉一條非常長的延長線 那人多的時候就很有可能延長線容易被踢掉啊 突然斷電什麼的 那假如這時候你有一台發電機 你就可以把它擺在 像我們剛剛放的 差不多7到10公尺左右的距離 然後再使用一條短一點的延長線 就可以減少一些斷電的事情發生 然後你又可以使用它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是一個擺攤的人員 或是你是需要行動電力站的人的話 這台發電機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那第三個我想到的啊 就是辛苦的工程人員們 因為我知道有某一些施工的地方 或者是維修機器的位置 可能是在一個很偏的地方 那這時候你如果要拉電源過來的話 會不方便 那像有這樣子一台個人的發電機 或許就可以幫你省下不少施工上的麻煩 而且還能增加你維修或者是施工的效率 所以這三點呢 是我大概想到比較會經常使用這台發電機的一個情境 那或許你看了之後有不同的想法 也歡迎在底下分享給我 那其實發電機說到底啦 它就是用燃油 然後來產生電力給我們使用 所以就是說只要今天有油 我們就可以在任何需要用電的地方得到電力 那因為油這個東西在目前為止 也算是非常容易取得啦 你只要有加油站的地方 你都買得到油 而且這台你只要加滿汽油 然後在大概使用50%的負載狀態下 它可以提供8個小時的電力 就像去年啊 我記得在夏天的時候 那時候至少就有2到3次的全台大停電 雖然我不知道現在有沒有改善啦 未來有可能就再也不會停電了 但也有可能會偶爾就是突然來個停電 是會越來越穩定呢 還是越來越不穩定 這個我們也說不準 但如果你是一個無法接受斷電 然後家裡沒有電的人 或許可以考慮哪一台行動的這種發電機 擺在家裡面以備不時之需 就算今天台電不給力 那你也完全不用擔心啦 那影片結束之前還有一個小小的提醒 因為它如果你是拿來做備用電源的話 有可能一次就是一個月兩個月沒有去使用它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呢 我們只需要大概每兩個禮拜去簡單的啟動它一次 然後發動的時候給它熱個5到8分鐘左右的時間 這樣子就可以保持它的運作是順暢的 好的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分享到這邊啦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請記得一定要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那對於發電機有任何的問題啊 使用啊我們一樣可以在底下留言討論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 下支影片 我們按讚 可視次 Sis